用数据来证明王一博的商业价值到底有多高 以王一博的最新代言康师傅冰红茶为例 看过王一博的代言效果数据报告之后 小编在心里默默地说了一句 在请代言人这件事上不但要看广告 更要看疗效 根据中国广告协会 爱曼数据 国可天下 幸运发布等权威机构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 4月8日康师傅冰红茶官宣王一博为品牌代言人两天后 代言贡献热度指数达到了92.57 3月同类产品品牌在官宣后 所获得的声量有95.25%来自于王一博 其实在这个第三方联合发布的报告出来之前 品牌集团内部在官宣当天记自己出了总结战报 这份战报更加简单明了 小编带大家来一起看一下 根据品牌方自己统计显示 官宣24小时内销售GMV 即销售总额既已经突破千万 店铺整体表现稳居行业第一 当日店铺入会人数超3万人 会员购买率高达70% 某宝搜索排名第一 带动行业冰红茶词条搜索增幅120% 话题阅读量达6.4亿 总讨论量突破134.5万 就这组数据小编就想问一句 说王一博商业价值不行了的那些人脸疼吗